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一路化妝一路跟大家聊天 很久沒拍過這類型的影片 跟大家聊聊心事 如果大家不介意我長氣 亦不介意我化一個很日常的妝的話 我們一起聊聊天 讓我戴頭褲,讓頭髮不要掉下來 現在我戴了Conner,塗了Skin Care,但還沒塗防曬 因為上次跟大家介紹了Little Stardustarytale最新的防曬系列 但我只塗了手,沒有塗臉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會塗我很喜歡的粉紅色 上次有人說太光看不到近鏡,我先補一下 如果你想看它的質地,看之前7月用什麼影片 這款就是粉紅色,我每次一噴半的份量就足夠整個臉 你會看到超容易推 有提亮效果,但不會泛白很嚴重 而且超級水潤 是有一點香味的,但不是很假的很香料那種 所以有時候,如果我在介紹產品的時候 沒有特別提及它的香味或臭味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可接受範圍 是不顯眼的一個味道 有些物理防曬塗完之後 手剩下就會變白了一塊 這款絕對不會的 我現在就等些防曬結束 我今天戴的Conner就是一款韓國的 不是O-Lens 它的牌子叫做N365 Lens 我現在手上這一款是比較自然的 如果跟O-Lens比的話,我覺得它更容易戴上眼 因為它的質地是比較堅挺的 O-Lens有時候太軟軟軟 然後只有一批東西要戴幾次才能上眼 可能是因為我手殘 另外如果你說濕潤度的話 O-Lens就會稍勝一籌 因為O-Lens可以戴10至12個小時都沒問題 但這款我戴6至8個小時就會覺得乾了 現在臉已經清爽了 我給大家近鏡看看我的皮膚狀態 你會看到這款防曬有保濕感 所以比較適合乾肌 毛孔、粉刺方面我暫時都沒有太大問題 是黑眼圈、眼袋、眉絲血管 我的第一步驟也是遮黑眼圈 其實Tarte的我會更加喜歡 但都用光了 所以現在就用了Outglass這一款才買新 我很想用完家裡的東西 你們會看到一個很明顯和以前不同的 就是我現在的遮瑕膏的顏色是深過我的膚色 其實無論是遮瑕膏或者粉底 我已經全部不適合色 我基本上是淺過半年前自己的膚色 大約差不多有兩度 所以今年我用過的美白產品 或者不同的用品 都是對於美白很有幫助 其實我自己用的產品 是很有信心跟大家去推介的 今天想跟大家說的心事 就是關於最近很多很多的合作片 我想大約這兩個月左右 我的頻道是多了很多的不同類型合作影片 其實我都不會瞞著大家的 這個的確是一個事實 我上完粉底之後 顏色還暗過我頸的顏色 是不是很浮誇 所以我用的產品真的不是服 也不是強行推大家 我自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真的做了一個白老鼠 幫大家試用產品 純粹可能那個密度有少少頻繁 然後之後 因為去年是疫情爆發 很多project可能談好了 都停留在那裡 直到最近疫情開始緩和 大家多了出去消費 而消費券也差不多要推出 所以各大的廠商都按耐不住 這樣就把之前停止了 或者停滯不前的project 全部湧了 在現在這個時間 就要含含要推出 除了大家會覺得 可能為什麼會這麼多之外 我自己都覺得 真的很多 我變成了一個時間管理大師 差點忘記說 我剛才用的底妝 就是Laure Mercier 上年推出的Tinted Moisturizer 碎粉我也是用Jeffree Star 有棉花糖味那一款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我們繼續聊天 剛才說到時間管理大師 對了 因為我自己雖然拍YouTube 但我也是一個YouTube觀眾 所以我是很明白大家 如果看到一個YouTuber 他不出片 每次都是廣告 每次都是合作 是很下跌 很不開心的一件事 所以我的做法 就是答應了大家的兩條片 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都不會是全條合作介紹產品的影片 你們會發現到 我是將這些類型的影片 放在平日 額外出多一條做合作影片時段 如果你說星期一至五 你看到那樣產品 是你自己本身有興趣 想知道我的用後感 我的感受的話 就歡迎大家按進去看 但我亦都很想跟大家說一個真心話 其實接一個合作影片 不是單單淺一件事就可以打動到 我會看的是 究竟這件產品大家有沒有興趣 我自己有沒有興趣 有時候有些產品 我可能那一陣子很忙 但我看到真的很吸引 我自己很想試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就會接了一個合作 當然如果那個產品 我還沒說合作 我試完之後是不OK 我是推過很多很多 不是一開始接合的時候 覺得品牌或者產品不適合我用 或者是我用過不喜歡去推這些大把 但是有些也是我用完之後 不喜歡覺得不適合去推介 我也是會推的 還有我有一些影片是不會接廣告 多多錢都不接的 一就是濕疹 但我現在沒有事沒有說 推介什麼濕疹產品 然後減肥 總之我只是覺得我不是用那些東西 去減肥的話 那我自己就不會去推介 第三就是Facial 那我自己去做那間 我是沒有收過他們任何錢去推介 所以大家也可以很放心 還有如果你們看到一些產品 可能你又是推介護膚品 你又是推介什麼什麼產品 你可以看到我臉 我經常都是做這個素顏 是很表露無為給大家看 我是不會說用完這件東西 明明爛了臉 敏感得很厲害 我也推介大家 那你可以看到我臉的狀況 我就會知道 其實我現在推介大家的所有產品用完 都是沒有問題 我才會去拍片去說的 這個就是我對大家的一個promise 眼影方面 我用Kai Beauty的一個火星盤 我覺得接廣告除了錢之外 是有一個成就感的 特別是有一些你喜歡的牌子 找你去合作的時候 你本身已經是很喜歡用他們的東西 然後他們出新產品 或者一些推介的產品 想你一起去宣傳 一起介紹的時候 是有一種射入了十二碼的感覺 是一個人YES了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明白這種感受 我知道的 因為譬如我們看一齣電視劇 看一齣電視劇 看一齣電視劇 你不會想像 他們拍了幾個月 拍了一年 荷里活那些幾年 一定很辛苦 不會的 你是會看成果 你會看結果是怎樣 你喜歡不喜歡 評分是多高 這件事我真的明白的 所以我最近突然間 有這麼多不同的合作 我都在摸索大家喜歡的模式 你們喜歡哪一種題材 去引入一個產品介紹 我都很歡迎大家給意見 這條影片我不會想著跟大家說 拍一個合作的影片 有什麼的辛酸 很辛苦 跟一些公關 廠商怎樣來回 拉腳很多次 那些 我就覺得吃得鹹如抵得渴 都是那句 我接得的時候 我就預料了有些事情發生 在我現在這個訂閱數目 我相信我送禮物給大家的頻率 都挺高 大家收過的話 就知道我會寫小卡 然後那些包裝紙 我全部都是自己選過 不是一些白色 或者是牛皮紙 是有少少的心機 少的心血在那裡 那次我的三萬訂閱給付 我只寄了三百多元 即是不計我買東西 那四位數字 是一條影片的分紅 是沒有那麼多 我真是一個小頻道 那所以呢 有時候 這裡補貼一點點 那我在合作那裡 有一點收入的話 那我才可以 有能力 可以送多些禮物給大家 亦都是可以 合作多些 跟不同的廠商 他們熟一點點 關係好一點的時候 我才可以爭取到 更加多的GIFT AWAY送給大家 去試 因為我覺得 經常看Youtube的人 他們試的東西 我都沒有份 我只有買字 我自己就很想大家 都可以參與 我覺得好用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一起用 雖然我知道 那個名額永遠都不夠 那個參加數目多 但是我覺得 大家可以買個機會 不是買個機會 大家可以有一個機會 可以去一同試用的話 那個期待的心情 那種的開心 是會更加不同 你看片的時候 都會覺得自己 是其中之一 然後關於收一些公關品 其實我真的很感恩 一些品牌 他們會覺得 我是值得去送公關品 然後去透過我 和大家分享我的用後感 完全沒有強迫成份 他們都不會說 給什麼稿 有什麼項目要你去說 那是不是一定要去讚他們呢 其實不是的 他們是沒有任何的要求 亦都不會聯絡你 你究竟會不會分享你的用後感 沒有這件事的 然後如果你說一些產品我收了之後 我沒有提及過的話 那可能是一些平平無奇 或者是我不喜歡的產品 所以我說得的話 是喜歡的話 是真心 真實的喜歡 究竟這個胭脂呢 大家要再看到它多少次 它才肯用光 我覺得它好用到 令我覺得它雷了 你們明不明白啊 我用了很久了 然後highlighter 我曾經是很不喜歡Hourglass的這一款 同一顏色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 又會買回來 但是呢 我發現我黑的時候 我是不喜歡用它 它的色號是叫Dim Light 但是現在我白了那麼多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美 它是很有質感 令皮膚看起來的質素是好 所以呢 有時候同一樣的產品 不要說不同人 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時候用 其實都有不同的感覺 最後我擦了這個唇膏 它是for you too 我在阿布泰買的 那我的妝呢 就正式化完了 亦都發完我的嘔風 希望大家都不會覺得很長氣啊 或者是會覺得我是故意拍一條影片 去幫自己去洗白 其實不是的 純粹是我想大家知道 究竟我這一陣子的心裡的一些小心事 那還有呢 我今天是沒有做到這個shading 我發現自己開始瘦了一點點之後 沒有之前這樣包包面要狂打shading 我是有一點點暗爽的 對啦 那我弄一弄頭 然後換一件衣服 那我就差人當要出門口啦 多謝大家今天聽我發瘋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一個like是非常之重要 和很鼓舞的 亦都很歡迎大家留言去支持我 很膚淺的 我看到大家讚美我 我是很開心的 雖然我看到負評是會有不開心的時候 但是我也知道大家的支持 大家去幫我 有時候會幫我說話 我真的很感動 很感動的 總之一切在心中 對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三篇 否則繼續三篇 否則繼續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是不是可以說得超快呢 我已經超順暢了 拜拜 拜拜 接下來收到消費券 我是打算買一部新相機 因為現在這一部 我覺得它的對焦 有時候做得不好 所以我希望影片質素 是可以再進步一點 那 唉 我雖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想買 但是 不要緊啦 為了大家看得開心一點 一些東西準確一點 然後 畫面質素好一點的話 我豁出去啦 買新相機呀